在之前我们拍摄过一期关于 Nissan 的节目 在节目里面我们有分析了各种原因 然后这个 Video 的反应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讲一期 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同样也是马来西亚 曾经的 Top 5 品牌 但是在 2015 年 2016 年之后呢 它的销量就直接是跌到了谷底 那么这个品牌是谁呢 就是 Hyundai 没有错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Hyundai 的故事 然后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入故事的正题啦 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 Hyundai 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五大品牌之一 其实大概是在 13、14 年前呢 不管是 Kia 也好呢 还是 Hyundai 都好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当然吹起这个反攻好销的车型就是 Forte 但是因为 Forte 是 Kia 的 我们今天就不讲 Forte 我们就讲 Hyundai 那么 Hyundai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在马来西亚市场爆发呢 其实 Hyundai 在马来西亚爆发的时间点呢 大概是在 2010 年到 2011 年的年间 那个时候呢 Hyundai 在全世界范围都采用了新一代的设计 这个设计风格叫做流体雕塑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 Sonata YF 和 还有的 Hyundai Elantra MD 的设计风格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为这两款车真的是太帅了 而且在当时呢 Hyundai 是在 Innocom 的品牌下进行 CKD 你没有听错是 Innocom 所以当时它的售价真的非常的有竞争力 我们就以这个 Hyundai Elantra MD 来讲 在 CKD 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配备了六速的手排变速箱 起步价不到 9 万块 所以它在 2012 年发布之后呢 那个订单真的是一下子就砰爆炸 它的最高纪录呢 是在一个月内接单 5000 辆 这个数据在当时是非常恐怖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Hyundai 的销量呢也破万辆 它也是马来西亚市场排名第五名的品牌 排在谁之后 Produa、Proton、Toyota、Nissan 之后 它的排名甚至比 Honda 还要靠前 那么是为什么导致现在的 Hyundai 销量不佳呢 我们根据分析呢 分析了几个因素啦 第一个因素就是设计风格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流体雕塑风格 在当时甚至是现在 看起来那个设计都非常的好看 可是在之后的产品 就例如讲 Elantra 的 AD 上面呢 他们采用了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设计风格 虽然也是很好看 但是就少了以前 Elantra MD 的那种吸睛程度 然后呢 重点就是 因为一开始 Elantra MD 为了降低售价呢 在马来西亚引进了这个 1.6 自然进气的版本 当时售价 8-9 万块 很多人都觉得哇 性价比很高 可是在 Elantra AD 的年代呢 他们的策略就进行了一些转换 那个时候 Elantra AD 的售价呢 最便宜都要大概是 10 万 11 万左右 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就不一定要去选这个 Hyundai 的车款了 然后第二点 我个人认为是 Hyundai 错误了 分析了马来西亚的市场趋势 因为其实从 2014 年到 2015 年这段期间呢 马来西亚市场的 SUV 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其中以 Honda 的 HRV 跟 CRV 卖的最好 其实在当时的 Hyundai 呢 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出色的 SUV 产品 但是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原厂并没有大力的进行营销 例如讲我个人觉得 其实 Hyundai Tucson 是不错的产品 可是能见度非常的低 而且我自己也开过那台车 我觉得这台车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可是当时可能因为这个推广不利 或者是这个品牌的因素等等 或者是价格 导致这辆车的销售成绩不佳 因此让 Hyundai 错过了一个 更加进一步发展他们品牌影响力的时机 然后第三点这个是比较争议的点 我相信每一次讲到 Hyundai 的话呢 很多人就会讲到 这个是代理商的问题啦 代理商推广不利啊 引进产品不利啊 其实在这一个方面呢 Hyundai 遇到的问题跟 Nissan 是一样的 因为本地的代理商 并不是讲他们要引进什么产品 就可以引进什么产品 其实这些都需要总部的配合 其实我们有去了解过啦 就好像之前 Hyundai Elantra CN7 引进马来西亚的时候 1.6L 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售价要接近15万马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有询问过 Hyundai 啦 为什么不引进这个国外版本的 1.4 Turbo 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 马来西亚的 Hyundai 车款 如果是 CPU 的话 只能够从韩国引进 但是当时韩国的 Elantra 生产线 只有 1.6L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6L 的混合动力引擎 1.4L 的版本是没有在韩国生产的 1.4L 的引擎基本上只供应在北美 中国还有印度市场 那么我们又不能够从印度引进新车 因为印度的法规跟马来西亚不同 所以导致了马来西亚只可以引进 这个 1.6L 的自然进气版本 而且是 CPU 所以价格很高 导致这辆车发人问津 不过我必须讲心里的那句话 Elantra CN7 是一台非常出色的车型 只是可能种种的策略因素 影响到它的销量不好啦 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网友好奇 为什么印度生产的车款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会不符合法规 因为之前也有一些车款是从印度出口来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在这边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印度市场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法规 所以很多的国际车型去到印度呢会进行一些调整 最好的例子就是 Nissan Kicks 还有这个 Kia 的 Seltos 他们在那边他们的车身码不一样 采用的底盘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在那边符合他们安全法规 在马来西亚不符合 因此呢现在已经很少的品牌 会从印度出口车子到其他市场 目前有这样做的应该只有 Suzuki 跟 Kia Kia 目前有一些车款是有出口到新加坡翻售的 而这个 Suzuki 呢则是把印度生产的车款出口到日本 或者是欧洲市场 那么我们回到正题 Hyundai 跟 Sam David 他们有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呢 其实还是有的 只是他们必须按部就班 就好像之前 Hyundai 已经跟 Innocom 重新签署了 这个 CKD 的合作 他们会重新开启 CKD 车款的这个程序 第一款生产的车款呢 就是这个 Sam David 的版本 而且目前应该已经可以在马来西亚市场 订得到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计划嘛 我们在之前在参加 Hyundai 的活动的时候呢 也是有跟这个 Sam David 的高层进行交流啦 他们说未来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 CKD 的车款 而且他们也会重新专注在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目前他们的策略会是在 SUV 跟这个电动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 SUV 的部分 刚刚发布的这个 Tucson L 呢 它的竞争力确实非常强 它同样的也是从韩国进口 但是它的起步售价还不到 16 万马币 所以可以看出 Hyundai 已经开始重新认真 专注在马来西亚市场了 另外呢他们也会同步引进一些新的电动车 像是之前的 Kona EV Ioniq 5 到现在的 Ioniq 6 呢 马来西亚都是率先发售的国家 所以可以开始重视到他们已经在进行转型 未来呢 Hyundai 会更加专注在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同时也会把更多新的 SUV 产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在这一期的影片呢 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一些产品一些品牌的规划 除了跟本地的代理有关系之外呢 跟总部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本地的代理其实大部分他们只负责生产销售 至于引进什么产品呢还是要听 HQ 的讲话 我也知道 Hyundai 在国外呢 有很多出色的产品 但是有些是不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或者是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没有 CKD 导致它的价格没有竞争力 当然你可以讲这个是代理的这个推广不利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因素也是在原厂 所以其实他们两方面呢都有一定的责任啊 我们只是单纯怪罪一方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两边都开始重新重视马来西亚市场了 而且我也相信呢未来 Hyundai 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应该也会比较好 因为他们的产品确实很不错 尤其是你在开过新一代的 Hyundai 产品之后呢 你会觉得他们的进步真的是一日千里啦 那么至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式发力呢 我相信在2024年不管是 Hyundai 也好还是 Kia 都好 应该都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啦 你是不是韩国车的粉丝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你 support 什么车赶赶写出来给我们看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谈这个 Hyundai 的内容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